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13日 利物浦今夏无意放走马迪浦 利物浦回声报报道 利物浦线阶段无意今夏放走中坚足尔马迪浦 尽管有媒体宣称 利物浦可能会今夏出售足尔马迪浦 这位31岁的中坚当前合同明年夏天到期 而且本赛季状态有所下滑 且遇到伤病困扰 不过利物浦回声报指出 消息人士否认了相关传闻 利物浦并无今夏放走足尔马迪浦的计划 在利物浦基本完成封线重组 今夏会重点进行中场换血的情况下 构建后防线未来的时间点可能相对靠后 实际上利物浦在两个边后位已储备年轻人才 中间位置的祖高美斯和18000马干拿迪年零并不大 但维基尔云迪克和祖尔马迪浦都已超30岁 显然 利物浦会开始考虑防线的未来 最后 利物浦回声报指出 高浦也可能会在今夏加速球队的换血进程 红军本赛季表现挣扎 祖尔马迪浦的未来在下窗时也可能会出现变化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